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道題 請各位待會從雲端上面去下載範例檔 這個範例檔各位可以找到有一個檔案叫做全省郵局地址 點VIP的檔案 請各位幫我把它按右鍵下載 或者點開來下載也可以 下載完之後你就把它按右鍵解壓縮 解壓縮致詞就可以了 它裡面電腦你應該有裝7VIP吧 那你解壓縮致詞,不要解壓縮致 不要多一個目錄,這個解壓縮致詞 解壓縮致詞之後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把這個目錄剪下來 放在哪裡,放在低疊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低疊比較不會還原 所以我把它剪下來,放在低疊底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低疊底下 就會有這麼多,這個先把它刪掉 底下的話就有從三重 三重到楓源 總共的話會有全省郵局地址 總共會有25個檔案 那如果說我希望 能夠做一個動作 因為打開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的話有全省郵局的地址 包含這個好像是它的什麼 橘號、帳號、地址 什麼知取的名稱吧 然後它的地址 反正會有四個欄位 那這個四個欄位的話 中間就不是豆點隔開 而是用空白隔開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把它Split成的話 那就是用空白 OK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要做這個 我們只需要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假如這個有25個檔 我希望能夠快速的一下子 就全部幫我把它合併成 All.tsd的話 OK 那怎麼做 以前如果你不會 你就土法鏈鋼 打開Ctrl-C、Ctrl-V 有沒有 再貼過去 Ctrl-C、Ctrl-V再貼過去 當然如果你經常要 做這件事的話 所以現在你最好寫一個程式就解決了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寫好的 程式大約8行 8行程式 不過 最後可能還是要 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 應該是FW 因為我剛剛還是要三檔 所以點Close 也許加一個Close 比較 比較保險一點 因為我剛剛沒有Close 變成說我 輸出的話 他把它Hold住了 要刪刪不掉 所以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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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 這個可能要 把 這個嗎 這個是Member 這都不是 OK 所以 可能 看一下這個開完之後 Read的應該沒關係 主要是寫出去 寫到這個檔 我知道了 因為我後來把這個檔 把它換個位置 最後的結果 把它寫到這個檔好了 OK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 理論上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只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 多增加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怎麼知道 這個目錄裡面 到底有幾個檔案 有沒有 那你才有辦法 一個一個把它開起來 那開起來之後做什麼呢 把它寫出去 有沒有 寫的話特別主要 這邊有個關鍵 剛剛有講過 如果你剛剛寫出去的話 你用W模式的話 那最後會變成最後一個而已 W模式負寫 因為一直蓋過去 蓋掉蓋掉 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如說不是蓋掉 你是要寫在下面的話 記得 就把它改成 A模式就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我們不是用來用去 就是R W 頂多再加個A 所以我說啦 如果檔案的使用 大概三個模式 其實就綽綽有餘了 那只是說 你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完成這件事情 OK 那當然 第一個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那要怎麼去 開檔 開檔的話 理論上 當然其實 流程跟剛剛有點類似 反正就先開三重 然後把它寫出來 出一個O 在中立 在台中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知道這個目錄裡面到底有 多少個檔案 那這個地方 可能 就需要先學會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叫做 Import這個OS 的模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不會那個 OS裡面這個 有個方法叫 點work的方法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 得到那個目錄裡面 到底有幾個檔案 他會 這個work方法 主要是把那個目錄裡面的檔名跟副檔名丟回來給你 所以你最後 在這個地方 你只要 底下 print print 是什麼 print print 你會發現 print 最後這個 叫list1 有沒有 把這個list1 有沒有 把它print出來的話 print出來 你會發現他得到什麼 有沒有發現這個目錄裡面 你需要的檔名 跟副檔名 就 全部都有了 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 OS的這個方法 我有把它放在哪一個 放在這個地方 第 26月的地方 不過我路徑可能有改了 之前是用C冒號的 那你們這個地方可能改成 最好我建議啦 放在D底好了 不然下一次來又不見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啊我這個檔是放在範例檔喔 在雲端有沒有 雲端裡面進來範例檔 這邊有個全省郵局地址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